近日,工作人员在齐连山国家公园宿南段齐峰乡东水峡地区拍摄到五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柴共同捕食的场景。 这些柴围捕了一只成年炎羊,并拖到河床的冰面进食。 由于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炎羊马路等食草动物种群数量不断增加,非常适合柴群的繁衍生息。 柴和雪豹都位于齐连山动物食物链的顶端,对平衡食草动物数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叶台报道